字幕有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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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香港学生的自受率不断上升 情绪令人十分忧虑 3月25日,有一帮家长 及社会人士 就在铜锣湾行人专用区 举併了一个名为 神福活了 排止它回不来 捐花悼念学生意识的活动 目的就是希望悼念死者 以及引起现在家长 对现今教育制度的反思 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控诉 是已經輪到我們再等下一個學生自殺 我們才處理的問題 不少家長和老師都認為現今的教育制度 會為學生帶來尋重的壓力 並批評教育局面臨有效地針對現今的社會情況制定措施 現在的小朋友有沒有 不要說玩究竟他們夠不夠笨 他們夠不夠笨 其實教育可以做就是征服資源 絕對不像現在說我已經給了很多錢 現在是資源給了很多 是否給了到位的地方呢 其實最迫切就是減輕學習的壓力 而不是給5000元 給5000元給錢來做甚麼呢 我們家長也不是要那5000元 我們家長也不是要那個托 我們家長很簡單 你那個課程不要那麼趕 你的課程不要那麼深 不要那麼多功課 不要那麼多測考 他們很強 他們現在很厲害 其中一名輕生學童的老師也有到場 談及社會的期望對學童造成的壓力時不禁煙起來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社會實在越來越少機會 去到比這一班的年輕人 還有我們也都是令我們自己的期望越來越高 因為我們不想我們的小朋友在這個社會裏面 淪為一些差的同學 我們希望他們入到一些好學校 有多一些的機會去降流 但是在這些無形的壓力 就令到我們的小朋友 很大很大很大的失望 沒有時間玩 他們有很多參加 在活動尾聲的時候 活動發起人大頭燃燒TSA補充作業 並高叫口號 表達他們對TSA這種學習評估制度的不滿 我們會燒一些TSA練習 下去叫他們幫我給吳克劍的老母 然後她的老母告訴她的兒子 我們是不需要這些TSA的 收東西啊 吳克劍媽媽收東西啊 吳克劍老母收東西啊 吳克劍老母收東西啊 記得拿她給你兒子 告訴她我們不需要TSA 小受訪者認為 政府應該檢討一下現今教育制度 所以學校家長和教育局 應該好好討論一下 現今教育制度是否適合學生 請示電視記者不關易報導